有些年轻的同修在修行过程中 也会关注一些新闻人物的微博或Facebook等 这些新闻人物的社交网站上 大多是他们对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分析和个人观点 其中不乏一些备受争议的新闻人物 也不乏一些片面的观点 但有同修比较乐中于此 甚至会与周围的朋友谈论 请问师父 这是否会导致修行有漏 如果遇到这样的同修 我们该如何开导它 我们在世间修行 该如何平衡修行和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关注呢 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觉得一个法师 他们会这么做吗 因为他可能觉得时间还多呀 他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他觉得他功德已经满了吗 不是 好了 就说明他的境界还不高啊 他还沉迷在五与六成当中啊 一个境界高的人 哪会有时间再去关心这么多的事情啊 大概的看一看 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还要去研讨 他是政治家 还是哲学家 还是理论家 还是评论家呢 他到底想做什么家呢 我们学博的人 实际上就是身位出家 心出家呀 所以好好的抓紧时间 学博念经 哪有这么多时间 参与人间的这种烦恼啊 人间的烦恼怎么来了 讨论 商量 看了 听了 闻了之后 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 所以这些 你只能等他的 境界慢慢提高 而不能过急的去跟他讲 他用人间的思维跟你讲 你没有办法来解脱他的 他说难道我新闻不要看吗 那么就像现在很多人说 难道我不要结婚吗 难道我不要怎么怎么 我人间 我如果不要钱的话 我怎么活呀 那么法师怎么活的了 佛陀当年为什么要 让法师做个好榜样 就是让再多再多的那些 这个境界高的法师们 让他们知道 人生无常 一切都要随缘 你拥有了再多 有什么用呢 你们好好的把白化佛法 好好的看一看 一脸懵懂啊 我看你啊 搞不清楚啊 好好的把师父白化佛法里面 那些语句背下来 你就是第二个卢台长了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